这是健保史上最大的失误 王刚仅仅因为手滑 把价值三千万的宝物砸了个稀碎 面对节目组的失误 小伙一度想要在舞台上 同鉴定专家拼个你死我活 之后节目组被小伙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他五千万 节目组也被紧急叫停 那么这件事最后是怎么收成的 王刚又受了什么惩罚 这天节目组来了一位胖胖的小伙 对于长相如此喜庆的一个人 王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还没等王刚开口 小伙便给现场观众来了一段rap 这是我的手藏 这是你的手藏 打开电视这就是收藏 一时之间 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活跃起来 作为主持人的王刚 也是不好意思打断他 在小伙表演完后 王刚便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藏品 这件小伙一脸得意地讲道 这是自己在日本拍卖公司买回来的 共花费人民币五百万元 来到健保舞台上 小伙给出的自我报价是三千万 面对如此昂贵的藏品 现场专家也是齐上阵健保 对着藏品便摸了起来 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这时王刚为了满足现场观众的要求 直接拿起藏品向观众洗走去 这一下可把小伙吓得不轻 赶紧跟着王刚 生怕王刚失手将他心爱的大碗打碎 王刚也知道这大碗的贵重 便讲道 所以君子跟口不动手 尤其在我拿着他的时候 你千万不用动手 王刚这样一说 台下观众再没有赶上手摸 这一环节结束之后 一位叫万峰的专家率先开口 他认为这件大碗就是一件克隆品 但这一说法也不是揣测 小伙带来的这一瓷器 内部过于光滑 底部十分干净 就连落款也是很清晰 小伙一听便不乐意 开口就怒怼专家 对这个瓷器我看你是个外行人 我是外行 我是外行对 而小伙说话如此直 是因为买的这件瓷器是有来历的 当初为购买这件瓷器 自己连夜飞到大阪 特意在当地有名的同梦拍卖行买回来的 您是真金白银 您就认为就一定是真的吗 不说我认为是真的 这百分之百是真的 这时现场就有人质疑同梦拍卖行的真实性了 这时见尚家翟建民解释说道 同梦拍卖行是真实存在的 老板叫做福川 自己跟拍卖行老板有三十年交情 而且里面流出来的文物 大多都是日本从中国掠走的真品 如果这个大碗真的出自同梦拍卖行 大概率就是真品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咖啡三千万日元买回来的 对此观众也是最后说了一句 我想你最后是噩梦一场啊 这恐怕是节目组出现最大的失误 王刚仅仅因为一个手滑 价值三千万的乾隆瓷器碎成了渣 看着这群碎片 健保小伙直接把节目组告上法庭 相传这场官司足足打了五年 节目组也就此停播 那么这件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在刚刚 小伙还在指责观众不懂瓷器 说自己的大碗是艳品实 北京博物馆瓷器研究专家 王春成 王老说道 文物的价值不是取决于 它本身的价值是多少 而是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台下观众也是起哄 这样的大碗用来吃面也是很不错的 小伙也是在台上破口大骂 说道这大碗就是真的 王刚看两拨人各执己见 也是赶忙让观众进入投票环节 可见艳品投票数量居多 最后王刚也是请出鉴赏家 做最后的意见判定 此时节目也是来到了最令人紧张的环节 好朋友们 一请护宝锤 也就是万众瞩目的杂宝环节 在这一环节中 文物如果被鉴定为真品 那将是价值连成的 可一旦被鉴定为厌品 无论是多少银两购买的 最后都逃不出王刚的护宝锤 鉴赏家给出鉴宝结果后 只见王刚手拿鉴宝锤来到展台旁 小伙见状也是赶忙护住自己的宝物 虽然已经签订了生死协议 但在打开鉴定书前 小伙还有一次能够反悔的机会 但小伙依旧是十分固执 坚信自己的宝物就是真的 还给现场众人讲起了故事 这个呢 古时候有个司马光砸钢 今天呢 王刚老师是不能砸钢的 为了让小伙回心 现场三位鉴赏专家在经过商议后 一致给出了赚品的结论 认为这件藏品就是民国时期的牢法 但小伙依旧十分固执 死活就是认定这就是真的 王刚老师也是好言相劝 现在退出来可还来得及 我绝对不退出 我真的怎么退出啊 现场一位专家直接开口 劝说小伙应该从收藏中长知识 不要一直固执己见 小伙也是进入了片刻的思考 但台下一位观众却说道 这如果是个小碗还好 但这中国人都喜欢大 这么砸了也是很可惜 听到这 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